現在正在 只要是有着陸許可 或者是有着陸許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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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現在的確診中 好 畫面當中你可以看到 熊紅大火是吞射整架的飛機 黑煙也不斷地竄出 消防人員在旁邊來射水柱滅火 根據宇田機場的航管員表示 當時無法辨識跑到C的巡邏機 但是JL516表示要繼續的前進 塔台在下午5.45分 要求巡邏機在跑到C等待 JL516說可以降落在34R跑道 緊接著回報 跑到34R起火 塔台指示原地等待 也就是說巡邏機很可能 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 滑行到34R的跑道 或是傳出了肌腹迫降的JL516 失控滑行到跑道 才會導致兩機相撞 而至於詳細的事故發生原因 有待翻單位來調查離清 MING PAO CANADA